令人遗憾的意外 南投一名怀有身孕的杨姓妇人 24号骑着机车在3岁的女儿去上课 没有想到途中跟货车发生了碰撞 妇人跟女儿不幸身亡 小宝宝也胎死腹中 而根据了解这妇人是一家五口的经济支柱 目前家中还育有一名出生不久的婴儿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救护车紧急抵达现场 将重伤的孕妇和3岁的小女孩送医救治 南投这名31岁的妇人 24号清晨骑机车在女儿去幼儿园时 和对象的物流货车发生碰撞 母女俩倒地不起 送医人宣告不治 咱们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我听一个 听一个很痛苦 据了解妇人才刚生产完 家中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 目前也怀有身孕 而妇人的丈夫目前待夜中 婆婆身体不好刚出院 家境并不富裕 婆婆身体就是欠安才刚出院没多久 家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 就是独称经济重担 发生这样的悲剧 让原本清苦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幼儿园得知小女孩的死讯后 特别发起捐款 希望能够帮助她们渡过难关 但怎么会突然相撞 当地居民说 此处过去就经常发生车祸 究竟是路段的设计有问题 还是人为疏失 警方还要再厘清 一场车祸带走三条人命 也让六个月大的小婴儿 失去母亲 建南投尊不老